香港地, 山多平地小 就算是市區 也有像這樣的斜路和樓梯 我自問還算年輕, 有氣有力 不過經常走的話, 也不是辦法 也會喘氣 不知道一群公公婆婆 他們又可以怎麼辦呢? 為了幫助一群因體虐 和患病而不良於行的長者 可以方便出行 一群香港理工大學 和科技大學的校友 在2021年開始 利用創新的機械人 自動駕駛等等的科技 研發了多種智慧全地形代步車 令行動不變的長者 可以自由上樓梯 甚至是草地、沙灘、斜路上 腸通無阻 我們的智慧代步車 到現在已經到了大11代 這款是我們2023年的辦本 除了可以上樓梯之外 還有很多顏色可以供給用家選擇 我們之前走訪 超過200間老人已經坐訪 超過3,000找到的老人家 他們覺得代步車的用紙十分重要 所以我們提供了很多個性化的定制 包括顏色和其他座椅方面 還有定位的功能 可以在手機或平板上 用其家人了解到代步車 以及使用者的機體位置 背後還有一些涉及頭 可以了解到實際周圍發生的環境 使用倒車時更安全 新款車的話 整個爬樓性能會更穩定 在使用樓梯方面 其實我們有一個防身殼 經過模仿蝸牛的移動 然後使用使用樓梯時更安全 以及更平穩 當然在人體功學方面 例如腳踏 就可以通過按鈕去調節 除了腳踏之外 背靠都可以去調節 不會因為糾塗 用屁股或其他地方受到壓傷 這一台就是我們最新的輕型代步車 除了較輕外 也有防碰撞功能 往後倒車時 繼續鼻鼻鼻鼻鼻並震動 告訴你不能往後退 我們知道很多治癢者 可能因為他的生體因素 他的視力都有少許受到 倒車時特別容易發生碰撞意外 在背後加了很多超聲波 以及其他潛感器 它可以感知背後的障礙物 充以防止碰撞 这种个人智慧代步车 是否真的那么有用 我想真正的用家才最有发言权 黄兆邨自小双脚不良于行 中学开始就需要坐轮椅 他将自己出行的经验 和遇到的困难 应用在改良智慧代步车的功能上 而袁大江自2022年开始 因为伤室关节严重推化 而需要配戴矫形器出行 这次是他第一次使用智慧代步车 感受又如何呢 基本上我觉得操作都简单 唯一就是我开始 初初用我觉得这个操纵杆有点敏感 还有如果有些功能可以提醒你 譬如电量跌到30%、20% 它要提醒你尽快运地方充电 那就会很好 我第一次看到这辆车的时候 就已经是喜欢了它 就是这辆车又很帅 然后坐到上去的时候 感觉是真的不同 坐电动文仪 觉得自己是真的聪明了 那你在研发这个代步车的时候 担当了什么的角色呢 给了很多用家的意见 帮忙设计出现在的车款 以及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例如像这个操纵杆 一开始研发出来 大家不知道原来只有右边的按针 不能够适合所有人 那是否因为你左腰 所以有这个想法 我是左腰的 方便我把它操作的时候 放到左边 放到左边 那是一个不同的使用者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 更加加速了 创新科技融合在生活当中 最近举行的香港国际创科展 就展示了全球 以及本地不少创科成果 而智慧代步车也有份参展 反映热烈 虽然香港有很多无障碍的设施 不过对于一些老人家来说 走上一级都是很困难的事 我今天坐的这部代步车 它不单单操作是很容易 而且舒适度也很高 希望之后越来越多 这些科技产品出现 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士